这里是开服堂 那个北美西洋 11月25号感恩节的晚上 我们干脆把这个鲁迅和胡适讲透 这样的话大家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性 就很清楚 下面这条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文章 胡适被鲁迅骂了十多年 为何从不还口 晚年胡适称鲁迅是我的 我们看这篇文章 是我们的人 我们讲到这 说白了这个里面 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方向是一致 但是走的路径不同 所以大家我们千万记住 路不能走错 一走错全部就完蛋 甚至给别人带来巨大的伤害问题 那么怎么样谈到路不走 首先你要确定是人 所以中国人在几千年上面没有 那么胡适受到欧美国家的 欧洲国家的心熏陶以后 他至少他潜意识当中 他知道是从人开始 从人开始就从个别开始 那么鲁迅他们就是 没有把这个奠定出来 所以鲁迅的批判 到最后建树起不来 他其实给我们 展示出来的就是动物性 鲁迅批判的所有东西 可以展示出来一个动物的邪恶性 但是他就没有把人这一块 没建立出来 也就这就是鲁迅没有接受西方文明 就从这里面就没有突破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说一下 看一下这都网易新闻上 时间回到了民国时期 当时社会混乱 不过文坛方面 却是各种大咖 分涌而至 风起云涌 创下了一派热闹氛围 这样的氛围百家齐放 甚至你争我斗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当年的胡适 这又是一个 年轻的一个胡适 这个人虽然才华横溢 但不惜争斗 即使是面对鲁迅这样的大咖人物指责 他的修养似乎达到了顶点 居然毫不争辩 有关资料表明 胡适被鲁迅骂了十几年 但这个人却从来没有还过口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鲁迅跟徐广平的婚姻 还有一孩子 两人特点 第一 回国历史 当时两位大咖所说的年代 正是风云变换的时代 有着非常突出的阶级矛盾 其实这是用中国话 叫阶级矛盾 其实不对 胡适因为他到欧美国家去 他等于跳出了中国这个环境 所以他在外面看中国 记住 差别就在这里 鲁迅是在中国里面看自己 所以他只能看到表面的 看到这肮脏了 所有东西 所有东西肮脏 那么胡适在外面看中国 那完全不一样 他看到的是一个整体 看到了一个整体 所以他能够看到一个脉络 看到一个中央 所以指出来的道路是完全不同 蒋介石也是在里面 孙中山他们到外面去参观了一圈 参观了一圈 结果发现 我们还都要模仿 所以孙中山搞的革命是模仿的 周恩来他们搞的也是 他们到那个苏联去参观那一圈 法国和德国 因为法国德国那都是闹革命的 苏联也是闹革命的 闹革命的地方参观一下 绝对那样的话能够全门赶 他就忘掉了法国和德国 有欧美国家的萨克松人 他有下底蕴在里面 所以他们学来了皮毛 所以回过头来造反 那么正好跟老毛 老毛也是造反的 中国农民造反的 所以他们就一排气候 所以是这样的一排气候 那么蒋介石呢 蒋介石后来受到了宋美龄的影响 宋美龄是到欧洲国家转了一圈的 他也有一个半的 虽然他理论功底不强 那么理论功底不强在哪里呢 就是宋美龄毕竟是女性 可能在这个方面 没受过西方的系统性的 所谓的高等像这种哲学的信仰 胡适就在这里面差别 所以蒋介石又受到宋美龄的影响 宋美龄的影响 所以蒋介石施展不开 想彻底的中国化吗 然后被宋美龄牵着了 然后又想跟宋美龄想美国化吗 他又没那个水平 所以蒋介石就必然失败 左右进退无惧 到最后就被砍到了岛上去了 这样解释大家就看清楚 当时那种状态的一个根本性情况 理解到这点 那么另外蒋介石呢 他也是从日本过来的 但是蒋介石又到苏联看了 他说我不能采取苏联方式 他唯独没到美国去看 他到日本看了 所以拿了日本的东西 这样的话才才得到 盛中山的喜爱 然后又中国的传统的 又我们讲混江湖的那种黑社会 所以这里面 这就是让他进退失去的 所以犹犹豫豫不敢选择了 导致失败的一个结果 我们讲到这个状态 所以物以类具能于群分 是跟你的思想有关系 跟你的见识有关系的 所以反过来 你现在看看我们习近平 习近平他就是一个悲剧在这里面 也是到美国等于参观了一下 参观了一下 参观一下他变成了羡慕基督恨 羡慕基督恨 所以才会有现在这样的状态 我们讲到的 未来中国你可以看到 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方式 将来你们要选择 或者自同道合 比方说想要有所作为 选择怎样的队友的时候 你就看他的背景 底蕴 见识过什么样情况 你就知道这个人能走多长时间 这说白了我们过去 能够预言某些人的 那个胜衰或某些情况 很重要一点 我们先不用八字来说 就光从他的底蕴的背景 和他的面向 和他的情绪 和他所有东西 拿中国起来 一清二楚 说了一点不错 然后一件事情出来以后 根据他的性格 什么叫性格 就是他的背后的底蕴 和他的先天性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和他表现出来的东西 马上就知道 他在这件事情上 是怎么处理的 会走到什么情况 那么社会环境又是怎样 两个一结合 把他的路径 分析了一清二楚 一个都跑不了 好 这是我们额外话题 这是提供给大家 思考的一个方式 我们讲的 然后他说 先说鲁迅 这个人如同一位战士一样 为人比较直 不喜欢拐弯 在他的眼里 似乎没有温柔 也没有中庸 他喜欢通过争辩的方式 来表达心中的感情 当然他是没有任何私心的 选择弃一重文 为的就是通过 手中的一支笔 为老百姓呐喊 为这个社会发出改变的呼声 为国家排忧解难 其实没有用 这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 掉进了这样的一个陷阱 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讲的 胡适这个人不一样 他的人品相当好 不过在性情 政见 以及促事理念方面 与鲁迅是不一样的 不过为什么两人被大家列为同道人中人呢 原来面对这个旧世界 两人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 就是想要一个更美好 更光明的新天地 这个作者也没有经历过西方社会 所以他对胡适的理解讲不透 对鲁兴的东西讲的会很透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这个粪坑里面 也就是他熟悉的东西 他讲的很透 他不熟悉的东西 他就说不出来 所以我们讲胡适 他是在跳出三界外 在国际上在那个大环境 这就相当于当初日本的海军部长 海军部长跟那个东条银记 那是陆军部 他讲到你打不赢的 人家海军部是在美国留学的 全部进了过 就相当于中共里面的林彪和刘伯诚 就不愿意参加所谓的抗美援朝 告诉你打不赢的 因为人家有见识 老毛跟彭德怀是哪吐老毛 他就不管 老毛是为了政治目的 彭德怀就是反正人多往上拱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朝鲜战争是怎样的状态 你也可以知道这个结果 那么后来的邓小平 为什么要 他也是过去到西方社会兜了一圈 旅游了一圈 在一个监控下面旅游了一圈 学了一点皮毛的东西 看了一点建筑 回来就用那个印象来 但是他根本就没抓住西方的根本 但是邓小平后来就讲 反正我知道了 甭管说那么多 跟着美国跑都没有坏过 所以我就认死你了 所以他来了一个白猫黑猫 抓到老鼠就好吗 说白了就是还是原始的朴素主义 一个基本的而易状态 从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背景 我们接着念 对于鲁迅来说 面对旧世界 他想到的就是 直接将这个旧世界打破 重建新天地 所以他是一个怨恨 一种仇恨 一种怨恨在发泄 所以这东西不好伤了 我就像一个狗咬了你一口 你马上会马上一个条件反射 所以鲁迅这种人物 属于一个条件反射 他不属于一个理性的 胡适就不同 胡适看了过去 因为他了解中国 又了解西方以后 他估计这些历史 这里稍微知道以后 发现这样解决问题 是解决不了 因为西方像中国这种历史 西方也走过 黑暗的时期也有走过 走过拿着人家反射的就走出来 这就是差别不同 说白了 这就是人的见识不同 拉开的距离 遗憾的是胡适人很少 胡适这样的人很少 过去没有 包括现在 这就是我们讲到了 国内很难翻身的一个重大原因 除非大家就推取一个 相信一个完全性的 那么又变成一个半独裁形式了 所以大家看看南韩 为什么经历过独裁 在开放下来 为什么我们讲 东方的民主化社会 都是在西方的枪杆子下面的 因为他没办法 你想比方说 南韩为什么经历过那些 他不用独裁方式 底下人 底下人只适应独裁方式 他自己协调不起来 所以这中间是要有一个 独裁的过渡方式 这种过渡方式 但是南韩那些又是当地人 他没有说是西方的社会 所以西方的 包括美国对韩国也好 我们讲到亚洲 基本上都在这种监控下进行的 那么香港是英国 没有刻意去改变它 然后香港人也没有想可以改变 只想着我多捞的钱财 大家属于这么混过来的 大家要记住到这点 那么日本有100年的将近的 稍微的一种反思和学习 所以当日本的军国主义军人一倒塌 也就最原始传统的倒塌 在麦克阿斯监控下 所以日本原来储备了100年的东西 所以后来他会衔接的上 中国这个事情很难 我们讲到这点 提醒大家这 所以他要有储备 你没有储备 你根本衔接不上 现在当然比胡适过去好多 这么改革开放了30多年以后 大家思想都改变了一些 但是达到那个境界还是差的 有距离 我们讲 好 我们接着讲 所以对于鲁迅 就面对旧世界 他想的就是推翻打破 重建新立 他最后两人的选择也不一样 鲁迅先生一直在自己擅长的文坛上活跃 这个里面就是 这是胡适 一直致力于中国文艺的建设 胡适则选择了其他的路子 他选择了一个实际进入政坛 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改造旧世界的理想 有一个成语称为志同道合 而他们是志同道不合 所以走的路不扬 第二 责骂胡适 作为战士的鲁迅 骂起人丝毫不留面子 尤其对于胡适 他的意见更大 他认为对方的行为非常可恶 没有一点中国人的血性 甚至骂对方为汉奸 据统计鲁迅在自己的文集当中 至少有20次提及鲁胡适这个名字 这个就是境界的不同 鲁迅的境界就小 小所以他分满 那么胡适境界大 所以胡适对他有包容性 就相当于现在我们讲到的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等于就相当于 我们不是说自己像 跟胡适比 我们没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文学的底润 或者是那种底润 但是我们有他的同样的 有相同的那种思维方式 思想方式 接受了了解到西方文化 这些东西 我们讲到了 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理解这个 所以鲁迅对他就会有攻击 会有抨击 就像现在的很多 有些人 那种 我们讲到国内的狭隘 我们骂他鸡鸭 如果他就不来了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像胡适一样的 温温而养 甚至像那个 那个叫我们刚才说到的 那个哪的 我忘了 那个刚刚去世了 九十多岁的 那一样的 不会那么温温而养 鱼音师 我们不会像鱼音师那样 温温而养 我们就直接开始 一句话也点到位置 然后再来上来 我就开骂了 这就仅有一点鲁性的东西 但是呢 不是为骂而骂 大家记住的 只有你必须要认住他 当然上来我们要讲理 在讲理的话 如果对方还坚持的话 那就是故意行为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 在人性方面 我们做了更深度的分析和研究 如果你上来 我们当你是无意的 但是我们跟你讲清楚了 你还不过来 你变成故意的 那就不客气 我们讲到这点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分水灵 下面接着讲 责骂胡适 这讲的 甚至有14次提及胡适 都是以讽刺的角度来说的 可见胡适在鲁迅心中的地位 是怎么样的 他通过各种公开文章的方式 来表达对胡适的不满 令大家感到奇怪的是 对于鲁迅所作所为 胡适竟然没有选择反驳 似乎从来不在意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大家记住看到 胡适有一个婚姻 他的夫人 是传统的中国人 胡适对他 非常的包容 非常的 所谓的双引号的迁就 理解吗 所以在胡适眼里 鲁迅就跟他的夫人一样 是中国人狭小环境里面的 没有见过世面的 我们这样的理解 所以胡适对他来讲 根本就不会去责难他 就把他当成一个孩子一样的 作为鲁迅来讲 他就带有一个羡慕嫉妒恨 他可能都不叫羡慕嫉妒恨 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行 然后又是大咖民生 你这个路走不通 他就非要有激烈 就有点像青少年的孩子一样的 也就是鲁迅相当于一个 愤满的少年 胡适是一个中年成熟的人 四十多年 所以这里面是差别 所以你看到了胡适对待自己的夫人 夫人是可能大字都不是 还有小脚什么东西 而且打麻将干了 胡适没有抛弃他 也没有嫌弃他 你就理解了胡适怎么去 包容这个鲁迅了 大家能理解吗 理解这玩意你就知道了 这就是个境界 一个系统不同 在胡适眼里 鲁迅就是一个孩子 就是一个孩子 就跟他的夫人一样的 没有见过世面 没有经历过的 那你怎么去责备他呢 没有这些意识 你去责备他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他没见过世面 你去责备他有意义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干脆要不下个结论 但是胡适他也没有那么做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好 我们这样 是胡适的文学水平不够高 导致不能反驳吗 当然不是 那么如此奇怪的行为 有什么内在的意义吗 难道之前两个人不认识吗 这当然不是 据了解 两人在五四运动期间 就已经是好朋友 经常通过树性往来 而且文学方面 也属于真正的同道中人 熟悉的不得了 所以这里面讲上一篇文章讲到 胡适开创的新文化运动 鲁迅是发扬了 其实那不叫 鲁迅不叫新文化运动 鲁迅把这个是用旧文化 批判旧文化取代 没有 没有建树是不行的 鲁迅发动新文化运动 希望有新的东西取代他 但是被过去的愤怒 被那些人感觉替代掉了 就等于鲁迅替代掉了 这一下整个中国的方向就确定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所以说白了就是 响应鲁迅的技猫 我们现在用 现在我们开文的话就鸡押猪狗 包括老毛 对不对 都是狭隘的东西 包括周恩来他们都是狭隘的东西 选择了德国和法国 苏联的方式 推翻旧世界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个大事 这你改变不了 我们讲到这点 好友的关系持续了六年左右 一直到胡适从政 鲁迅就与对方断了苏信往来 鲁迅问你一从政 是不是又在维护了 到回去了 我估计大概是这样的狭隘的方式理解的 那么我相信鲁迅这讲到的 你不可能在这种云云众生 大量的都没有开化的情况下 你想一个个来是不行 所以他可能就从政的方式 想通过那个上面的位置去影响到 那个辐射面大 在中央的辐射面大 记住吗 鲁迅在底下这三分点火 那是走的错误方向 不归路 好我们直接讲 好友的关系持续六年左右一直到胡适从政 鲁迅开始断了苏信往来 这是他一个分界点 不久以后 鲁迅开始对这位昔日好友 胡适进行各种讽刺 长达十几年 一直到自己去去世为止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胡适始终不予回应 甚至好友鲁迅去世以后 他还出面维护好友的正面形象和威信 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就是这个作者就了解不了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补上 他后面就不说了 什么原因 然后再讲第三个故事内幕 在一本鲁迅全集当中提及胡适二十次 其中有十四次是讽刺胡适的 这对于胡适来说 这位昔日的好友近来这么长 这么做 确实比较尴尬 不过内幕大家根本不清楚 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在鲁迅去世以后 此书能够出版 主要工程就是胡适 当时他忙前忙后联系各种出版社 最后得到多层批股 才可以将这本鲁迅全集 在1938年印刑 一直到了胡适年老的时候 他终于说出了当年自己 为什么不反驳鲁迅的原因 那就是鲁迅是自己的 他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说白了就是鲁迅是想拼命顶破 胡适说你顶破 你得要有底下要有站住脚才行 你不是跳起来就打砸抢的 没用的 我们讲的 对于胡适说出来的真心话 可惜鲁迅听不到了 如果他真的听见 会不会对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感到后悔呢 不会 我们讲不会 因为他根本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 情感上可能会表示 但是骨子里面是理解不了的 不可能 我们讲到这点 曾经两人是好朋友志同道合 后来变成了志同道不合 最后走上了相反意见的路子 胡适则被他直接骂了十几年 有人说亏大了 其实我们换位思考 当年非常特殊的环境下 国家处于沉沦的关键时候 需要的是有更多为国排忧的人士参与其中 有的人喜欢激进 有人喜欢平稳 有人喜欢直走 有人喜欢弯着走 其实都无所谓 只要心是向着祖国的 为了大家强大 大家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 是可以理解的 No 你表达方式可以的 路径是不行的 你给大家指错了路 这就没办法了 这个所以我们讲到的 反过来 反过来就等于 过去我们今天的灾难 我们前人是因为不明了才走的 我们现在应该吸取这些教训 应该沉架心来 好好的一些总结 然后再开始起步 而不要再忙忙跌跌的 匆匆撞胆往前走 这里面就相当于习近平一样 自己还没准备充分 就被共产党推到这个位置上 到最后他着惊见着 怎么去你妈的 用我过去习惯的东西吧 这就变成了这样的结果 我们讲到 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热爱祖国的方式 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来强迫他 这是讲个体 OK 但是你到集体就不行了 你给了一个整体就不同了 这我们讲到的 所以这里面文章里面 你要区分是个体还是群体的关系 包括当年的鲁星和胡适一样 他们自己选择了不同的渠道 进行对国家热爱的表达方式 无所谓哪一个最好或者最差 相反我们要为他们这种强烈的爱国性而骄傲 这就是中国的鸡鸦猪狗写的东西 没有这样说的 这思想东西你骄个屁啊 你根本跟不上人家 你还骄傲呢 这说话都他妈的鸡鸦猪狗的东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不能说鲁迅不对 否则就不公平 这就是中国典型的各打五十大板 说白了就是自己没头脑 没思想 抓不到根本问题 所以来这种东西 他也不客观 简单来说 两人曾经是好友 内幕情况也不算是最清楚 或许是两人善良好 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呐喊 毕竟他们曾经有共同的理想 一直都在分离前进 这我们简单 简单来说 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 其实都是正能君子 从来不做背后搞小动作的行为 这是OK 他们为什么话都是摆在台面上说 虽然持有批评之言 但与那些背后使坏的伪君子 差别可大了 对此大家要分辨清楚 第四总结 他来总结 其实在胡适的心里 他深知鲁迅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他也没说出来 我们讲 他知道自己和鲁迅之间的好友关系 大家都是为了国家能够尽力强大起来 至于要用到自己的名字 列入文章其中 那随便好友使用 只要能够引起大家的大众的共鸣 这种小型人有什么所谓 这是现在人的揣摩 他就没抓住根本 深知这个道理 胡适先生在鲁迅先生去世以后 试图上路出版鲁迅全集 说明了两人彼此之间的知己有情 并且到了晚间 他说说鲁迅是自己的人的内幕 在此像蒙首十几年折骂机 委屈的胡适老先生 表示崇高的敬意 并且像鲁迅和胡适两位文坛大咖学习 这不是文坛大咖 一个是有思想 一个是文坛 鲁迅是文坛大咖 胡适不是 记住 胡适是思想大咖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中国人没分清楚 连总结都不会总结 因为什么 你没有那个境界 在中国里面思想是稀有产品 所以大家理解吧 这两个不是文坛大咖 鲁迅是文坛大咖 因为他骂人 用了这些东西 他因为没有更好的建树 只有批判 批判那你就是文学 你可以用文 文学就有批判性 思想大咖不行 是有哲学性的 鲁迅是有哲学 胡适是有哲学性的 鲁迅是没有的 有哲学性的东西 才有思想的建树 所以中国要是不断的 升上的话 哲学应该大行祈祷才行 大行祈祷 西方社会就在哲学的 不断探索当中 才会奠定起来 有哲学下面才有思想体系 理解这点 所以胡适是杜威的学生 鲁迅是什么 中国的孔父子 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道东西 所以老毛对鲁迅的欣赏 是什么 因为老毛跟鲁迅 读的书是一样的 看到了问题 鲁迅只是因为 自己的环境问题 他没办法 老毛是因为自己环境 他可以造反 一个是在农民 一个在城市里面 这玩意不同 在农村里面 你可以去造反 在城市里面 你造反不了 所以这个就是鲁迅 如果鲁迅也在农村里面 按照他这个思想 他可能跟老毛是一样的 所以鲁迅会跟老毛 就感觉到是一样 但是你掌握权力以后 那就不行了 这有差别就在这里面 我相信我们这样 三言两语 把这个事情就说清楚了 所以这样的话 有助于大家 现在清洗的认识到 下一步在中国这种变革当中 你就看得更清楚了 那么中国包括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贪腐了 因为没有上升的空间了 所以他往横向走了 横向走干嘛 就一天到晚 贪腐吃喝嫖堵去了 如果有上升的 精神上的空间 那就OK了 我们讲到这点 那么这个里面 那是我们讲的这些内容 刚才看到胡适的照片 真的跟那个余敏鸿 真的是我很相像 95%的相似度 好 这点最后 写照到这里 下面还有一篇文章 鲁迅和胡适 两人为何分道扬镳 我们看一下 网友是怎么看待这问题 让大家全面的了解 这东西就更清晰一些 所以我们今天讲 干脆把它讲透 既然有这些材料 我们讲透 所以有时候 我们有些文章 一出来 我们觉得还缺少这东西 我们就不讲 如果是光用我们自己想法讲 可能会变成缩教 所以我们借文章 来分析后面的东西 这就叫 我们讲起来叫培育 叫培育 借第三方东西 不要借自己 如果是按照自己想法 那就叫教育 我们提醒大家这点 OK 好 OK